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回到喜乐梅语。 Welcome back to Rejoice English。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学习英文的投资还有价值。 到目前为止,其实你的教练跟你已经很有系统的,很有技巧的,用英文讲出你为什么想要学英文。 在厘清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之后,你们也一起来想一想看,学习英文对你来说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而为了要能够达成这个价值呢,你所需要的英文的能力大概是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们也一起用一句话来形容,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我的英文能力需要到什么的程度。 而那样子的一个程度,我们把它描绘出来之后,我们也大约想一下,我大约每天可以花多少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 藉由知道每一天可以大约花多少的时间,我们也思考了我希望在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成那一个我想要达到的英文使用的能力。 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愿意放下什么样子的资源。 因为这样子我们学习英文的过程,慢慢的我们知道,它看起来其实是很像是一个投资的过程,你要投资你的金钱,你要投资你的时间。 甚至现在我必须要讲,其实学习英文必须要投资下去你的一些关系圈。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为了要能够建立这样子的环境,你可能需要发挥一些你的影响力,让你周围的人跟你一起学习英文。 又或者是你需要去找那些愿意去做这样子一个改变的朋友,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他们的身上。 又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把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一些朋友,让他们知道你在学习英文,在努力要达成这个目标上面,并且邀请他们一起进到这个环境里面。 除非我们自己去有意识的,故意的去建立这样子的环境,不然这个环境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要能够达成我想要达成的这个学习英文,使用英文的这个目标,在这样子的一个期限里面,我愿意付上多少的资源。 比如说可能是我愿意能够有跟更多同样价值的人去相处,或者是我愿意试试看勇敢的邀请我的另一半加入这个学习的过程,或者是有意识的跟他一起,每天找他来跟他讲说我今天要练习英文,我们一起花这个时间来练习英文吧。 也或者是你可以勇敢邀请的同事一起让他跟你一起练习英文,或者是你跟他一起去练习英文。 这件事情可以从很简单的事情开始,譬如说你去你的同事桌子上面指这三个东西,跟他讲说这三个东西我前阵子学起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以后就用英文的名字来叫他们吧,以至于到之后你们可能在吃午餐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英文聊天,也甚至在更之后你们要来抱怨你们老板的时候你们要能够用英文来聊天,从现在其实是思考上面的转换,而不一定是我们用英文要用到什么程度。 那再来时间上面我应该花上多少的资源,可能你是愿意接下来的这五年,我每一天都要花30分钟,或者是我接下来的这五年,我每一天都要花15分钟。 也有可能是也接下来的三年,我愿意每一天可以花15分钟,因为每一个目标和需求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在一个外商公司游刃有余的能够在工作上面发挥你的特质的话,其实很有可能这是一个五年甚至到六年七年以上的这样子的成长。 如果我是要去国外旅游,能够去看看世界,能够认识更多不同地方来的人的话,那我们说不定三年每一天15分钟,就已经可以完全达到我需要的目标了。 那其实在时间上面的话,其实也包含了出去一个完全使用英文,或者是他们你只能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只能使用英文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假设我去一个国家游玩的时候,我去一个国家玩的时候,那那个地方因为我不会他们的语言所以我就只好用英文,那样子也可以算是一个我进到一个我需要使用英文的环境里面。 那所谓能够在时间上面放下这样子的资源,除了包含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的时间以外,也可能是一年或两年之间我要放出一个多少的时间,多少天的假期,我要能够规划,能够出国,不论是玩,不论是游学,不论甚至是到那个地方参加义工,都是一个我们必须一起来思考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金钱上面的投资,一开始是我们可能是给教练的这个学费。 那可是后来你可能要出国游玩,你也必须要把它可能算在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花费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稍微了解一下我愿意,为了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会需要,我愿意放下多少的资源。 其实在同时你也可以稍微检视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感觉起来他需要花的投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的目标可能并不是对我的生命来说那么的重要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是要做到什么的程度。 所以我要邀请你现在就可以在留言的部分,或者是马上就把这几个问题你可以思考看看。 写下来你愿意在关系上面,在时间上面,在金钱上面,你愿意付出多少的资源,在为了能够达成你的目标这件事情上面。 好,那在此同时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藉由功能还有句子的重复,我们来练习我之前在我的手机上面做了什么,我现在正在手机上面做些什么,还有我打算接下来要在我的手机上面做些什么,当然也包括了我们Nike的广告,还有Clean Eastwood的 Go ahead, make my day. I called my friend. I'm calling my friend. I'm going to call my friend. I called my mom. I'm calling my mom. I'm going to call my mom. I called my dad. I'm calling my dad. I'm going to call my dad. I called my husband. I'm calling my husband. I'm calling my husband. I'm going to call my husband. I called my wife. I'm calling my wife. I'm going to call my wife. I called my son. I'm calling my son. I'm going to call my son. I called my daughter I'm calling my daughter I'm going to call my daughter I called my boyfriend I'm calling my boyfriend I'm going to call my girlfriend I'm going to call my boyfriend I called my girlfriend I'm calling my girlfriend I'm going to call my girlfriend I use line I'm using line I'm going to use line I use the flashlight I'm using the flashlight I'm going to use the flashlight I use the calculator I'm using the calculator I'm going to use the calculator I shared a photo I'm sharing a photo I'm going to share a photo I shared a post I'm sharing a post I'm going to share a post I shared a song I'm sharing a song I'm going to share a song I looked up a word I'm looking up a word I'm going to look up a word I looked up the weather I'm looking up the weather I'm going to look up the weather I looked up a place I'm looking up a place I'm going to look up a place I checked the time I'm checking the time I'm going to check the time I checked the weather I'm checking the weather I'm going to check the weather I checked the traffic I'm checking the traffic I'm going to check the traffic I'm going to check the traffic I searched for an address I'm searching for an address I'm going to search for an address I looked for a good restaurant I'm looking for a good restaurant I'm going to look for a good restaurant I set an alarm I'm setting an alarm I'm going to set an alarm I set an appointment I'm setting an appointment I'm going to set an appointment I set a timer I'm setting a timer I'm going to set a timer I watched a video I'm watching a video I'm going to watch a video I watched YouTube I'm watching YouTube I'm going to watch YouTube I listened I listened to music I'm listening to music I'm going to listen to music Go ahead Make my day Go ahead Make my day Greatness is a scary thing Until It isn't Very good Well done my friend 请你记得 我们鼓励你要能够把你愿意付出的资源 能够把它写下来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写下来的时候 不论说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计划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commitment 我们的一个承诺 其实写下来 虽然没有给任何人看到 有些时候写下来 它就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建立了一个约定了 所以鼓励你可以写下来 那更鼓励你可以把这样子 你写下来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还有跟你的教练分享 Fantast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at Rejoice English